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胖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糖果手機最新在台灣推出的新機 Sugar S50 Sugar品牌在2016年進入台灣市場 一開始主打的是法式時尚風格 以及鑲嵌在機身的施華洛士奇寶石 到這兩年主打的年輕世代客群 相對評價搭配電信等通路的推廣 在學生以及小資族群中有一定的人氣 今天要開箱的Sugar S50 就是糖果手機的最新機款 價格新台幣7000有找 延續了糖果手機給人平易近人、好入手的印象 首先看到盒裝的部分 顏色以比較沉穩的黑色為主 開箱後,盒裝內容物相當豐富 包括手機本體、充電器、USB-C傳輸線、耳機、卡針、手機殼、螢幕保護貼 以及說明書跟保固卡 充電器支援最高18W輸出 標配的耳機是入耳式的,外觀質感不錯 手機殼是這種中央比較硬、邊緣比較軟的設計 全透明也不會遮住手機的外觀 附載的螢幕保護貼是PET材質 不用另外花錢買保護貼,就能夠得到基礎的防護 另外Sugar S50也可以加購專屬的翻蓋式感應皮套 搭配Smart Folio App就可以在盒蓋的狀態下 透過透明視窗查看各種訊息通知或是音樂等等的資訊 來看到Sugar S50的本體 機身尺寸是165.9x76.8x9.3mm 重量是200g 正面配備了一塊6.55吋的挖孔螢幕 螢幕採用IPS面板 解析度則是1600x720 HD Plus規格 搭配圓弧的機身線條 在大螢幕之下依然有著還算不錯的手感 螢幕的左上角可以看到800萬畫素F2.0的前鏡頭 支援美顏拍照 可以針對膚質、膚色、氣色來做調整 或者是可以套用可愛的AR效果 前鏡頭的挖孔可以看到被一個白圈包圍 這個其實是電量標示 跟一般手機會做一顆電池的圖案不同 是滿特別的設計 3.5G孔在機身的頂部 機身左側是3選2的卡槽 支援4G加4G雙卡雙待或是記憶卡擴充 右側的三顆按鍵由上而下 分別是音量鍵、Google快捷鍵以及電量鍵 Google快捷鍵按一下就可以叫出Google助理 底部則是麥克風、USB-C以及揚聲器 揚聲器的部分是單喇叭設計 轉到背面可以看到湖面的背板光澤還滿漂亮的 這邊開箱的是天鏡白款式 看起來很柔和、純淨 就像晴朗的天空還帶有一點白雲 另外還有星空藍的版本 感覺就很像深藍色的夜空 還帶有一點極光綠色的感覺 中央是後置的實體指紋辨識 左上角是四鏡頭的後相機模組 包括一顆4800萬畫素的F1.8主鏡頭 它的上方是500萬畫素F2.4規格的4公分微距鏡頭 下方是800萬畫素F2.2 120度超廣角鏡頭 以及右邊這顆是200萬畫素F2.2景深鏡頭 這組相機也支援了AI場景模式 可以針對13種主題進行畫質的最佳化 實拍的效果我們直接來看樣張 首先主鏡頭拍攝的清晰度還是不錯的 風格算是偏銳利一點 夜拍雖然沒有提供獨立的夜景模式 但是一般街拍的表現也有一定的水準 主相機也可以切換到48MP模式 就能夠拍攝4800萬畫素的全尺寸4.3照片 超廣角鏡頭在白天的清晰度也還OK 就是動態範圍比較弱一點 夜拍的畫質也是偏軟 但老實說這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相對於價格來說它的表現並不算差 鏡拍方面提供了4公分微距 可以近距離拍攝物體的細節 搭配500萬畫素也算是在實用的範圍 大家可以依照實際情況 開始要使用微距鏡頭來拍攝 或是用主鏡頭開48MP拍然後做採切 景深序畫的功能對人或對物都可以開啟 實際的效果可以直接看照片 後鏡頭的人像模式跟前鏡頭相同 都提供了多個美顏參數設定 也都支援AR特效功能 另外順帶一提 前後鏡頭在人像模式下長按拍照鍵 就可以錄製套用了美顏或是AR效果的960x720影片 上傳的社群平台相當實用 Sugar S50內建的是Android 10作業系統 預載的應用程式不多 整體算是比較乾淨的 大概只有美圖秀秀、萬能QR碼掃描 以及調頻廣播電台三個是比較特別的 設定裡面大部分也都是原生的選項 比較不同的像是效能最佳化 可以用來設定背景執行的應用 維持系統的流暢度 顯示設定裡面可以切換螢幕色溫 另外就是智慧動作這邊 有提供三個跟畫面鎖定相關的手勢功能 來看到Sugar S50的效能 處理器搭載的是8核心的MTK Helio P22 內建4GB RAM和128GB ROM 跑分數據可以參考截圖 其中安兔兔的成績大約是10萬分出頭 由於它的硬體規格並不是性能導向的設定 一些畫面比較好比較吃效能的手遊 雖然也不是說不能玩 但是如果想要獲得比較好的遊玩體驗 建議還是要適度降低畫質跟特效的設定 以PUB GM來說 設定均衡畫質加中幀率 平均的幀數為24.7fps 算是達到了可以玩的標準 相較於性能 Sugar S50在電力方面的表現就亮眼許多 它內建了5000mAh的大電池 在PCMark工作2.0的電力測試中 跑出了接近16個小時的超高成績 這個電力表現要滿足一整天的正常使用 可以說是綽綽有餘 那以上就是針對Sugar S50的實測分享 總結來說 Sugar S50擁有不錯的外型 大螢幕 還OK的相機 電力也非常的持久 以它新台幣7000有早的價位來說 如果你的預算有限 不太玩大型手遊 而且對於電力有高度的需求 Sugar S50就會是你可以考慮的選擇 那如果你的預算更吃緊 覺得7000塊還是太貴 那也沒關係 Sugar也有推出T30跟T35兩款更入門的機型 兩款的外型相同 處理器同樣是MTK的P22 差別在於記憶體和儲存容量 售價只要5000塊有早 另外這邊也感謝糖果手機提供了兩個贈品來給大家抽獎 包括一個原廠PD加QC快充行動電源 以及一組真無線藍牙耳機 詳細的抽獎辦法我會PO在置頂留言裡面 好啦,那在這裡面就到這邊 有任何的看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我的棒棒,我們下見 掰掰 一起討論